接下来看到这是新竹县议会 新竹县长杨文科进行了施政报告 完成124项的证件 达成率有8成 扩大社会福利的部分 则是94年8月1号之后 涉及10年以上 没有领取老人年纪的长者 也将会发放1万元的敬老金 面对疫情 稳住圈角 推动建设不间断 新竹县长杨文科 上任两年多来 提出了154项的证件承诺 完成124项 证件达成率超过8成 今天在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今年第三年 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些 推动的五支建 十大交通基础建设 已经显现出 它的一些初步的成效 明年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让它的成果能够更彰显出来 那总共在我们的证件的达成率 也是达到80%以上 目前我们还继续在努力 产业经济蓬勃发展下 新竹县劳参率达到61.2% 全国第一 实验率为3.8% 全台第二低 展现成果 AI园区四大厂陆续新建 创造4000个就业机会 高效能焚化炉要在112年底营运 解决垃圾堆滞问题 看到台资源区及逐科三期 待内政部审查通过就会展开 关心排一线替代道路 经国桥改善等都逐步进行 要来解决塞车 众文教方面 县内拖银中心达到63家 胜利国中及加封国小 明年开始招生 东新镇景观再造大获好评 22座特色公园接力登场 加强社会福利 也设置了117个社区关怀据点 而明年针对94年8月1号起 涉及在新竹县超过10年的 65岁以上长者 排付后发放1万元敬老金 特别针对我们民国94年8月1号以后 涉及在我们新竹县 没有领取老人年金的部分 我们也有排付 那这样的话我们利用重阳接受 每人可以发放1万元 那这个我们也提出 向议会在这一次审议预算里面 我们也希望我们张议长 以及我们议会的同仁 能够来帮我们审议通过 明年编列323亿元的预算 批建县总图 校舍新建 托育服务 长照十年计划 农路新建等工程 加紧脚步要实践各项社会建设与福利